邱姨 帮你瘦 邱姨 帮你瘦 邱姨 帮你瘦 轻松甩肉肉 邱姨帮你瘦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 今天邱姨是要跟大家谈谈 三餐到底要怎么吃 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是对减肥最好的 我们常常在网络 你一查他就会跟你说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 午餐吃得像平民 晚餐吃得像乞丐 就是把重点 最多的分量都移到早餐 究竟这样吃 对于减肥有没有帮助 理论上早餐的分量加大 对于身体的好处在于什么地方 在于因为我们早上要去 赶捷运 赶地铁 赶上班 开车 我们会比较忙 这个时候压力很大 胶感神经兴奋 所以这个时候 副胶感神经的作用被压抑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吃的是 一天当中的分量大一点的话 那它消化率吸收率下降 的确在这个时候呢 比较不会全部热量照样 照单全收 可是呢 我们仔细想想 你到了办公室以后 其实呢 你的胶感神经就有点下来了 这个时候副胶感神经开始旺盛了 你早餐吃了那么多的食物 这个时候就开始消化了 结果产生一个问题 你到了这个上班的地点 开始开会的时候 你会发觉 哎 头昏昏沉沉的 甚至啊 早餐的时候 上早上的课 或者是早上开会啊 会有点想打瞌睡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早餐吃进了太大的分量 所以 邱医师今天给大家的建议 其实早餐当然规律的吃 你的热量 你的生活作息 你的睡眠形态会比较好 那比较不会有发胖的问题 但是有必要早餐一定要吃那么多吗 其实要看你的生活形态 如果你早上就必须要赶着 忙碌的工作的开始 我建议你早餐倒可不必吃那么多 那早餐吃的不饿就好了 到了上班地点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 不会干扰你的工作效率 所以早餐跟午餐晚餐 我建议大家要一个比例 叫做1比2比1 换句话说 把多一点的分量放在中餐跟晚餐 其实啊 对于这个整个的减肥 并没有不利的影响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 减肥其实就是一个总热量的控制 换句话说 这个食物的热量 不会因为你早上吃热量这么多 下午吃 晚上吃热量就变多 没有这回事 因为热量在任何时候吃 食物的热量是一定的 所以你只要控制住一天的总热量 你的比例可以按照你的生活作息 做适度的调整 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犯不着 一定要照网路上这种说法 这个你可以做给参考咯 大家好 我是邱振宏 邱医师福利时间到咯 如果平常没时间或懒得运动 吃美味的瘦身餐 照样可以减肥哦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多用 回复瘦身餐三个字 我将推送给你 独家的一周瘦身餐 简单美味 最重要的是越吃越瘦哦 不信你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